如果用一个字来描述新加坡 那就是贵 贵字就像一把刀一样 插到每一个在新加坡生活的人身上 新塑造了2023年的新加坡 不管是刚来新加坡的中国人 还是在新加坡生活久了的小伙伴 都十分无力 新加坡是越来越贵了 自己却有心无力 为什么新加坡突然之间就变贵了呢 全球通胀新加坡遭节 新元升值 外国人开销大 说到贵 很多人的第一想法就是通胀 通货膨胀 简单来说 就是与市面上的货物相比 钱多了 或者说钱没少 但东西少了 人们不得不拿更多的钱去买东西 这两年 全球通胀已经成为共识 为了抵抗通胀 新加坡速度收紧货币政策 让新元升值 提高汇率 让新加坡元更值钱 不得不说这是个好办法 既然钱多了 贬值了 让他升值不就行了 两年来 新币对人民币的汇率 从4.6一路飙升到5.4 更值钱了 就算新加坡这两年 只涨汇率不涨物价 两年前在新加坡生活 一个月需要9200元元 如今的要1.08元万了 更别说新加坡的物价 也在飙升了 这样一来 可不是从中国来新加坡后 发现更贵了 一年增加了30万人 资源有限 物以稀为贵 其次就是来新加坡的人 更多了 相比2022年 新加坡增加了30万人 虽然从去年开始 就一直有一种说法 新加坡太贵了 外国人忍不住选择离开 但从实际表现来看 相比离开的人 蜂拥来新的更多 根据新加坡2023年 人口简报显示 截至今年6月 新加坡的总人口 同比增长5% 约30万人 至591.76万人 非居民人口 大幅增加 13.1% 至176.84万人 相比2022年 人口简报上 增加的10万外国人 2023年直接翻倍 20万外国人入境 且留在新加坡 新加坡就这么大 资源有限 这么多外国人前来 物价不涨就怪了 一年只有2.3套新组屋 房屋数量 跟不上人口增长 这么多人来新加坡 衣食住行 总要花钱吧 尤其是住处 必须得有 这就给新加坡的租房市场 带来多大的冲击 前年 新加坡推出了1.2万套新组屋 去年大概推出了2.3万套 加起来 也不过3.5万套 但前年新加坡总人口 就增加了20万 去年又增加了30万 就算是一个房子住5个人 还得要10万套房子呢 新加坡现有的住房 根本就供不应求 杯水车薪 连带着房价都高了 今年前两个季度 就已经卖出去 200多套百万组屋 这个数字 隔几年前 根本不敢想 不只是房价 新加坡房东们 也开始涨价了 房租翻倍的都不在少数 你不足有的是人租 妥妥的卖家市场 有数据显示 住宿费用自2002年以来 上涨了惊人的39.7% 新加坡2023年 国庆群众大会上 李显龙总理透露 到2025年 新加坡将推出 总计10万个新单位组屋 屋屋市场将趋向稳定 组屋转售价格 也将逐渐平稳 也就是说 在新加坡政府的预计中 两年后组屋市场 才会平稳下来 如今 恐怕还有着涨价的可能 富人更多要出行 拥车证一张 涨到80元万 涨得最狠的 估计就是新加坡的拥车证了 五年前 新加坡中小型汽车 拥车证价格不到2.4万 顶中国一辆车 如今已经飙升到近15万 约合人民币80万 顶中国一套房 还是那句老话 物以稀为贵 新加坡的拥车证 之所以那么贵 都是因为政府严格管控 数量限制 新加坡在制定城市规划时 就已经大概限定了车辆的密度 今年新加坡的拥车密度为 每千人170辆 和六年前的每千人168辆 相差不大 但新加坡的外来人口 是不断攀升的 还有本地人也需要用车 为了不让太多人拥有车 让新加坡道路拥堵 当局限定了拥车证的数量 外国人多了 特别是富豪们多了 车辆需求大增 价格也就高起来了 就连巴士 地铁等公共出行 也在涨价 新加坡各种税都在涨 买房 买车 抽烟都涨了 新加坡物价涨 不只是通胀和人多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税也涨了 消费税涨了 如今 新加坡消费税 已经涨到8% 明年还将提高到9% 这些都是需要 平摊到每一个人身上 相应的商品成本 售价都会增加 房产税也涨了 外国人在新加坡买房 需销60%的额外印花税 ABSD 新加坡公民买第二套房子 ABSD将从17%上调到20% 第三套则从25%上调到30% PR购买第二套房产 ABSD从25%上调至30% 第三套从30%上调至35% 信托和公司买方 ABSD从35%飙升至65% 车辆税也涨了 低按价超过8万的车辆 将增设额外的附加注册费级别 超过8万的部分 所需支付的附加注册费 将是低按价的220% 烟草税也涨了 烟草税提高15% 邻里香烟零售店 调高香烟售价 每包香烟涨了约1.5% 食物严重依赖进口 物美价廉的小贩中心都贵了 什么都在涨 我们在新加坡吃的东西 也在悄悄涨价 严重依赖进口食品的新加坡 对外界的食物价格波动太敏感了 外界稍有变化 新加坡的食品价格就跟着变 前段时间大马禁止出口鸡肉 就让新加坡的鸡价攀升了 牛奶 咖啡 鸡肉等都在涨价 连白开水都要0.5了 被称为物美价廉的小贩中心 也都涨了20%至50% 甚至更多 水化从1.2涨至1.6新币 豆浆从0.7毛钱涨到0.9 鸡饭从最低三涨到了4 相比20年前的新加坡 如今食物价格上涨了58.9% 虽然菜价也涨了 水电费等日常必需支出也涨了 但整体算下来还是在家煮饭省钱 工资跟不上物价涨幅 生活处处感受 钱不够花 什么都在涨 唯有工资不涨 日前 新加坡人力部发表的 2022年工资报告显示 新加坡公民和PR在2022年的民意薪资 增长6.5% 增幅是近10年最多 但考虑到通胀 去年实际薪资增长仅0.4% 未进10年最少 工资看起来涨了 实际上没涨 其他国家也大多是这种情况 工资涨幅跟不上通胀 甚至有的人的薪水严格来说是缩水的 怪不得感觉新加坡越来越贵了呢 通胀前收支平衡还能存点钱 通胀后成了月光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